2024巴黎奥运将在7月26号就要登场 国家运动训练中心也在今天举行了倒数100天宣誓活动 邀请田径选手彭明洋、林玉堂 还有全级选手陈念琴跟吴诗仪来分享目前他们的备战状态 其中第三次扣关奥运的女拳王陈念琴霸气喊话说 要把金牌从巴黎带回台湾 不过这次因为环保的关系 在选手村里头将不会设有冷气 抗热大挑战的选手们耐热程度不知道还行不行 巴黎奥运进入倒数100天 国训中心举办宣誓仪式 田径选手彭明洋、林玉堂 还有全级好手陈念琴吴诗仪 思敏取得奥运门票的国手代表出席 也分享自己目前的备战状态 觉得我是一个就是遇到大赛不太会确场的人 技术跟我的身体素质 我觉得有明显的持续进步当中 希望能够进到决赛 我想要跑到47秒 年前有受点伤 目前恢复了 我觉得我脚伤好了 然后我又想去做一些东西 可是教练就会觉得 我们先不要好了 虽然说感觉好了 但是强度也不要到那么强 而被视为本届奥运夺牌大热门的陈建琴 这也是他第三次扣关奥运 谈及备战状态 他说这一次在心态调整上是最好的一次 跟霸气喊话要把金牌从巴黎带回家 最喜欢现在的心态 因为有过这些洗礼之后 我觉得心态变得更稳 更坦然的去面对自己的不足的地方 回顾上次东京奥运 台湾代表队共计 拿下二斤四赢六筒的史上最佳成绩 我国目前累积有9个运动项目 27个参赛席次 其他项目也陆续确定当中 目标渴望达到50个参赛席次 而这一次前进巴黎奥运 有一项必须克服的难题 因环保选手村将不会设置冷气 抗热大作战选手们准备好了吗 满怕的 至少我会带个电风扇 不怕了 不怕了 我没关系 跟大会租借了大概50台的水冷气机 这部分会让我们的选手使用 倒数最后100天 选手将飞往各地进行一地训练 保持最佳状态取得最好成绩 见综合报道